这岛国赤沙之蝎的百鸡草眼 和白发少年的神机百炼 到底谁更胜一筹 而小组织面对八奇迹传人 这大战一触激发 就在刚刚 赤沙之蝎控制自己的傀儡 直接冲向无辜的村民 可没想到 却被一百发少年的人偶一击拦下 这短短一回合的交手 让赤沙之蝎的内心无比的震惊 这华夏之地果然天才辈出 而对方的傀儡操控术 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 随即向同伴表示 你们不要插手 这个少年交给我 而话音刚落 因为之前的试探 这赤沙之蝎 甚至眼前这个少年 绝对不简单 所以也不废话 直接召唤出自己 毕生最得意之作 三代目风影傀儡 面对这一幕的出现 这白发少年却也只是笑了一笑 一个黑色的人偶 立于他的身前 而下一秒 两个傀儡突然动了起来 只在瞬间便相撞到了一起 而这次简单的相撞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两个傀儡 无论从力量还是速度 都势均力敌 而在赤沙之蝎的操控下 三代风影机关起初 全部向对方攻了过去 可谁能想到 这黑色的人偶突然闪过 其身法神秘莫测 这正是他独有的鬼影型 而在这加持下 赤沙之蝎控制的三代风影 一时间竟也碰不到他 而就在捉剑处于下风之时 这白发少年竟突然颤势追击 下一秒 这黑色的人偶突然噴出大量的黑雾 而老辣的赤沙之蝎 只看了一眼便认出 这根本不是黑雾 这竟然是原始蛊虫 而他并不慌张 同一时间 三代风影傀儡高举双手 他竟然在神格的巨坑中 召唤出漫天的铁砂 而这铁砂 也将大片的蛊虫包围了起来 而在所有人都好奇 这赤沙之蝎 打算如何应对之时 这漫天的铁砂 竟压缩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铁块 而那些蛊虫 也被挤压的消失殆尽 可这还没完 这铁块 又变成了一个锥子形状 朝着白发少年 就狠狠的砸了过去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白发少年 敏接的向左后方跳去 可没想到 这脚才刚刚落地 一股杀气 扑面而来 原来是三代风影本体 手持赌刀 向着他的落脚处 砍了过去 这个老练的赤沙之蝎 竟然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这白衣少年好生了得 他身体侧闪 夺过毒刀之后 他左手握着对方的手臂 竟借力在空中旋转后 再次平安落地 而赤沙之蝎 又怎么可能放过 这绝佳的机会 他操控三代傀儡 回过身来 右手倾台 竟凭空召唤出上千条手臂 将滑下八人 团团围住 而在这每一条的手臂中 都喷出了大量的毒气 眼见着布局完成 赤沙之蝎得意的笑着 此毒气 但凡吸上一口 绝无解药 你们就不该来这里 阻拦我们多取神格 而就在他认为 大局已定的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场上滑下八人 淡定无比 都齐刷刷的 从口袋中 拿出了一个口罩 而白发少年 更是调笑道 我们滑下百姓 出门必戴口罩 你说欺人不欺人 现在也终于轮到 我出手了 这话音刚落 赤沙之蝎 死死的盯着眼前的少年 而他万万没想到 这杀气 竟从自己的旁边而来 只见他的三代 风影傀儡 竟然攻向了他自己 仅仅只是一击 便将他的外壳打碎 这赤沙之蝎 也露出了自己的本体 在场的所有小组织成员 无不表示震惊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这神机百炼 并不简单 凡是被白发少年 触碰的物体 都会为他所用 而就在刚才 他碰到三代傀儡 左臂的三秒之后 这个强大的风影 一惊一逐 而面对如此的窘惊 这个来自岛国的傀儡大师 竟爆发了全部的激情 当他的右手 放到自己的胸口之时 这巅峰的傀儡大战 就在此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